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遺憾 官方已經公布兩張展新大獎的資訊 先簡單跟大家聊一下要不要抽 我們先講二獎的部分 這張夏宴主動技還蠻不錯的 是一招幅度算大的常駐增傷 關招還能增加6C 拿來當隊長感覺也值得一讚 他的玩法有點類似約飛 除了每回合固版之外還有一個更新效果 如果你是有專注在玩魔族的話 感覺這個新玩具蠻適合入手 不過如果你專心玩的是拿破崙的話就可以不用 拿破崙平坎已經跟鬼一樣 不需要常駐增傷喔 比較好的方法當然是拿上一起多的二獎夏綠帝來換 如果要用抽的要注意 二獎是沒有保底的 夏好再離手 夏綠帝和夏宴之間要選擇哪個的話 就看你比較需要哪一個功能 大獎的賣點大概就是主動技 他是第一張妖精無視連擊相等的卡 無視連擊相等有沒有到必要 我想大概是六風災惡那種等級才會到必要 王冠就是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 無視你的無視反手銷 所以才會顯得無視連擊相等很重要 如果我本身對六風災惡沒什麼興趣的話 除非你近期有想要挑戰 不然無視連擊相等不會到那麼必要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在玩妖精 以及有沒有想要補這個罕見功能 以上兩張都是你有能力且有需要再抽就好 石頭真的有限就先按兵不動 反正自家卡拿到就是找獲完的事 那講到六風災惡 這張妖精有沒有辦法拿來解六風災惡三成就 我想大佬是一定會想辦法啦 但是初步看起來這張當隊長打六災就是不太舒服 雖然有無視麻煩的拼圖和一不一傷 但是比較基礎的燃燒黏斧是沒有無視的 再者就是他這個強力的一消 這個用來打一般地獄集夢魘集或許還行 但六風災惡有著熱地 如果你沒有通行陣的目鼠光妖蛋或白雪 這著熱地一消下去絕對原地暴斃 再來就是剛有提到王關的無視你的無視反手消 當初做給木打擊 但連木打擊都沒辦法在這裡開一消了 這種內建一消的就更不用說 就算有無視反手消也一樣 要打過藥瑪把種竹竹全炸掉 可是這樣一來隊長計四倍又會噴掉 藥瑪就是把整版變成新 問題對面又有弱轉無效 所以真的要解六風災惡成就的話 這隻還是先不要好了 魔法石可以繼續存 等將來有更適合的再來打也不遲 OK以上簡單跟大家聊一下嶄新大獎的部分 大家對於這兩張卡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